主播各位观众 带你来观众 我们现在人就在台北的松山机场 这边帮大家掌握第一手消息 那么在今天上午11点 大约是07分的时候 瑜伽利荣航空的班机 是紧急迫降到了松山机场这边 那么疑似是因为轮滩 有受损破胎的情况 因此才会紧急降落到松山机场这边 那么其实现在我们就在松山机场这边 帮大家掌握第一手消息 就是现在的航班 大部分有些是取消的 那么有些是紧急关闭的 那么还有有一些班机是有延迟的情况 因此现在我们在松山机场这边 可以看到其实有相当多旅客 都在这边排队等候 究竟要看看这个机场的状态 到底什么时候是可以开放 然后让其他的飞机可以来降落 或者是继续飞行 好 那我们稍早 我们有访问到其他旅客的说法 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真的很多 没有啦 我们原本是12点15分的 我们到南竿 可是现在状况 当然知道是现在爆胎的关系 但是到底多久能飞 我们还在 也一直在等待 希望能够快一点 要不然我们都很急 本来是12点15分起飞的嘛 到现在等到现在都现在还没啊 不然还没有公布啊 我们还是希望说他们赶快跟我们公布 要不然我们六天的行程大家都请假请好了 六天的行程的话没办法出行 大家都很失望 好 那么根据了解呢 这一架利用航空B79091的班机呢 是原定呢在今天早上呢 从松山机场起飞呢 要一路呢飞到南竿来进行降落 但是呢在降落的时候呢 一次呢是这个轮摊呢 是有撞到跑道 因此呢是有受损的情况 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大配旅客呢都在现场这边呢 这边呢现在要看看呢 到底可不可以再耗补到其他的班机呢 好 其实现在呢 就是松山机场这边呢 是比较忙碌的状态 因为呢有好几批的这个旅客呢 他们的班机呢是已经被取消 或者呢是还没有办法飞 现在呢就要看看呢 这个机场的状态 究竟什么时候呢 才能恢复呢这个飞机来顺利降落 或者呢是可以顺利起飞 好 那稍早的民航局呢 又特别证实了 就是这一架利用航空呢 是在降落到南竿的时候呢 这个右轮呢是有撞到呢 这个跑道 因此呢是有破胎的情况 才紧急呢在折返 破胆到了松山机场这边 那究竟呢是什么时候呢 才能恢复舰场呢 还有待这些相关人员呢 来进一步的讲说当中 以上是目前我们在现场 为大家闯获到的最新消息